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能感觉以前在从来没见到过如此独特的厨艺 如此神奇的厨房 一部由徐克主厨的电影 将近来李安 徐克 周星驰三大导演间 怎样的精彩安战 本期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 一场由徐克下厨引发的厨艺大战 徐克导演这个满汉全席 好多人看了之后 我觉得 哎哟 这不能想象 一个做饭的电影能拍到这个程度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 我们知道徐克最成功的是他的武侠片 他把武侠电影的构架 直接挪到了厨艺电影里面 大家看整个满汉全席的构架 就是当年的钟振涛扮演的那位 和赵文卓扮演那个叫龙昆宝 廖杰 两个大厨艺高手比拼 八派代表的比赛评论团队定下的三项决赛 第一项是廖杰师傅的贯汤黄鱼 对龙昆宝师傅的海龙争宫 了解同志 是了解同志吗 你二人他出事了 他住院了 他住院了 会不会有危险 你们的孩子可能 你还是尽管赶过来吧 我来了没有 他杀了没有 这廖杰因为女人的问题 风出气场来 这么流行悬念吗 就绝顶高手开场大比拼 最后没比数 谁胜谁负 海龙争柱 你比方说一般来说 有一个大高手归隐江湖 这个时候江湖里风云变换 就出了个大反派 就是雄欣欣扮演那个黄荣 他上来了 要威胁马汉楼的这样一个地位 你会不会做马汉拳戏 你做过马汉拳戏吗 香港的历史上 只许帮我两件马汉拳戏 我们的风格呢 有参与过一次 参与过是吧 这样吧 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筹备买料入货 一个月后宴开三晚 每晚都做不同的主菜 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还得拜我为师 哇 这么狠 五千万哪 不错 五千万 我输就输五千万 这盘口你有便宜 有胆子跟我比吗 老板 我们支持你 干什么不比 对啊 我赢的 干嘛不跟他比 我跟他比 我要你签了合约 正月十五比赛赢了我 五千万就归你 怎么样 我们跟他比 我们支持你 签嘛 比就比 哎 结果这个时候呢 为了能够打败他 你得找江湖的高手啊 这时候中振陶演的廖杰 已经隐退了 把他挖出来 把他挖出来 最后像华山论剑似的 大家再来一场大比武 香港史上第三度马汉拳戏正式开始 这次是以比赛形式 进行三天三道主菜大比 表情的再度出山 直接打乱了 熊猩猩 一同香港餐饮业的计划 在双方初次相逢后 熊猩猩便吃了个败仗 我这个是野生天然蜜蜂窝 把它切成片 放在熊掌心 一起下锅 最后哭 就行 看 熊掌正好了 掌上的蜂窝融入切口 血黝 叶锅镇中之极品 熊掌正你了 枝溜落叶箜 design 果然是高手 那么接下来 他又是如何用大反派常用的气量 来扳回一局的呢 第一回合结束 明天晚上第二回合比赛象拔 让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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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满汉楼的象拔 不能够完成 所以第二回合的盛方 是超凡集团 一胜一负的结果 让其向来的终极之战 变得尤为紧张刺激 经过第一第二回合 双方打张平手 所以今天晚上的猴子脑 就成为胜负的关键 真正的猴子脑 一定要吃新鲜的 所以 升滚用不了三分钟 紧紧活脑 各位 吃新鲜的猴脑 不需要任何烹调 最重要的就是 它天然的味道 加点滚油就可以上波 在明知道 对方会耍诡计的情况下 要求他们 又是如何战胜对手的呢 慢着 我们是运动处的 我们是爱护动物协会的 我们收到线报 说这有人虐处 而且把兽保猴的动物煮来吃 抓他 这里所有的嘉宾都是证人 刀哥 早就知道你会来这种 所以这不是猴脑 是人 人工做的 其实我们的猴脑是拿豆腐做的 不信你们再尝尝 我的刀章 加看龙师傅的调味 就做成这个所谓的猴脑了 我们用鸡 鸭 牛 山鸡和斑鸠的脑 跟豆腐一起煮 让豆腐吸收这五种脑 图特的味道 再用椰子去掉豆腐的豆味 这样呢 大家就信以为真 以为是猴子脑了 这猴子的天灵盖 其实是 猴子渴 你们双方都不是用猴脑 但是你们的厨艺 已经超出了色香味形的境界 可是黄师傅的人品实在是 我们一直认为忙 所以我这么一说 你可能就明白了 基本上这个马汉全喜 是按照武侠电影的构架套过来 所以说你看他是个厨艺电影 其实就是个武侠电影 说到这儿呢 咱不得不提 这个马汉全喜是95年出来的 其实这个电影是个跟风之作 什么叫跟风之作呢 就前面有一个成功的同类电影 他得跟得上 想照这来 哪部电影呢 李安导演拍的 叫《饮食男女》 这个片子呢 其实就是通过一个老人家 做饭的过程 把中华文化当中饮食这个文化发挥到极致 由这个为主线 反映家庭情感的碰撞 两辈人之间的代沟 他挑这个角度非常独特 所以饮食男女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这一成功 许克就琢磨 我也拍这个 因为这个导演呢 他都较劲 你看张艺谋 风晓刚就典型的 张艺谋拍大片 风晓刚一看 我也玩夜宴 玩积极号 哎 我能超过你 这张艺谋 你风晓刚搞笑 咱也搞笑 咱玩三枪拍案惊奇 就都想到对方的一亩三分地里抓一把 显得我能耐大 所以这时候许克呢 看了饮食男女觉得 我应该拍一部厨艺电影 可是在仔细看了 饮食男女有一些场面时候 这个许克当时有点难受了 觉得不好弄 为什么呢 这个饮食男女里边啊 李安用了大量镜头反映怎么做饭 他为了反映好这做饭 他请 比方说川菜厨子 鲁菜厨子 宫廷菜的厨子 反正中国这个顶尖的厨子 玩的漂亮的 他都给请了 然后让这些人去现场做菜 拍下来 主要就拍他们手部和做菜 高工这些镜头 然后呢 这些镜头精雕细合的 一遍一遍过了以后呢 把他都嫁接到这个主人公身上 所以在做菜里 大伙一看这么神奇啊 比方提起鸭子给他吹气 在女尾巴上浇油之类的 但不少人没看过 这做饭还能做出这花样了 所以许克看了也跟普通人感觉一样 哎呦 这做饭这么多花样 这时候许克想 我也拍厨艺电影 我怎么能超过他呢 这时候许克这脑子跟堵上似的 他想我设计那些花样 怎么里面都拍出来 这我要按这来我怎么能超过他 所以非常难受 人的这个思维堵住的时候啊 那真是有时候打破脑袋都想不出主意 正在这个时候 许克的烦恼 被他当时的老婆石南生发现了 哎说到这咱得补一句 这个石南生啊很独特 女人里边这绝对是个才能 可以说许克早期电影 得有一多半创意跟石南生有关 你看我们前面说过的黄飞鸿飞起来了 什么新龙闻客栈里那些很鬼奇的画面 都和石南生的创意有关 等于他给许克提供了好多好的创意 后期我们看《七剑》这片子许克拍的 打斗也很炫目 可是你发现那种很清零飘逸的风格好像没有了 也就是说许克早期清零飘逸的风格跟石南生有关 为啥后来没有了呢 俩人婚姻出问题分手了 所以这个时候石南生又启发了许克 说你呀你有你的长处 李安有李安长处 你不能拿你这短处碰人的长处 这你非死不可呀 李安什么长处 写实主义 做饭这事 目的是什么 反映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亲情爱情友情 你的长处是什么呢 不玩这些地面的东西 飞下来玩 天马星空行为流水玩这个 你说你在厨艺生你何必你像李安那么写实 然后再零上多少 我现在注射的是绝对安全的液体氮气 对熊掌完全没有影响 利用液体氮气在高温之下膨胀 使熊掌内部真空 汤就由真空被吸入到熊掌里面 零下十度 用低温激动熊掌 冻的代程吃冰嘎的养分都流失了 一点都不好吃了 所以这些现实当中完全不合理 徐克不管 反正你也不会有老百姓当看这个饮食节目似的 看完我照这做法 也没那两下子 也没有那刀工 也没有那种特级效果 所以说这就是一部电影 不是说那种天天也是圈 我教你怎么做菜 所以徐克一想通这个好 天马星空的就展开了自己的想象 所以我们看这个马汉全新里面 那些你想都想不到的一些做菜方式 什么做红脑啊 什么这炒饭之类的 其实现实当中李安在做 只能把这饭做馊了 做葫芦 所以徐克一下子就突破了李安 饮食男女的那种限制 达到了一个高点 那么说这个呢 他其实是一种模仿 但是模仿当中有很大的突破 那边李安也看着 李安就琢磨 挺有意思啊 为啥 虽然他俩一个在台湾 一个在香港 可是华人电影圈很窄 有点事大伙都知道 所以李安一看 满汉全新 看着看着用 这怎么跟我那挺像 一看哦 徐克玩这个天马星空 这明显是在模仿李安的同时 在一个层面上超越李安 所以李安当时看了也乐了 啊 你是这样 但是你没办法 满汉全新当时票房非常好 获得奖了 这等于你李安说 说他是模仿我 你也没有根据 一般模仿都超不过被模仿者 他这个有他独到的地方 当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李安也琢磨了 你模仿我 你看我模仿你 后来李安拍了个片子 大伙都知道 冥满天下的 沃湖藏龙 沃湖藏龙有一幕画面 李木白 那周日发演的 就跟那张子怡在竹林打斗 在竹子上起起伏伏 飞来飞去 在竹海里打 我们知道这个 黄飞红 徐克导演这片子里面 就擅长人物在空中 飞来飞去 这回李安 我也玩个飞来飞去 而且我飞这个 飞出哲学的韵味 飞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 你说我开心你了 回头我得奥坎奖了 把你嘴给堵住了 所以这等于李安 通过另一种形式 又回敬了徐克一家 上世纪九十年代 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十年 徐克李安之间的精彩案战 自然会引来其他同行的关注 那么接下来的这位 又是如何在这趟浑水中 硬生生的打出 另一片江山 那么香港拍电影 有时候跟风 跟风有个好处 就是前一个电影的题材 这个热乎劲没过去 你跟着把他的剩余价值给炸出来了 比方说周仁芳拍赌神 拍完之后 你看周星驰马上跟上赌胜赌侠 票房都是当年的冠军 所以这个跟风有跟风的好处 这个时候周星驰看完隐事男女 再看马上全席 声音师说 我也来吧 于是有了后来很有名气的电影 叫石神 也是个厨艺电影 但这时候周星驰也非常清楚 自个的强项是什么 比方说这个人家李安 反映情感问题很好的 许克呢 玩视觉效果天马星空 这是他强项 那么周星驰强项是什么呢 但谁都知道 无厘头恶搞 所以周星驰拍石神 那时候想 好吧 你这么拍 我就恶搞 你比方你里头不是把这个 马上全席 把厨艺当做武侠片拍吗 我直接就给你进去 里边你看有那什么 叫这个 降龙十八炒 炒饭 以天切 后来俩人比是来个 二人销魂饭 一天天 屠龙斩 好刀法 江湖龙十八炒 大钩铲 就是你隐藏着武侠思维 我就给你刨了 明白咱就玩这个 而且这里的还有一点 就是你不是弄得 看着形状很好吗 其实现实当中 没什么意义的好 我也按照来 做一个很宏大的 漂亮的 刀工好的这些东西 这道彩虹鲜花拔丝 是我送给大家的甜品 太好吃了 人家接底了 说这个形状 都是什么水晶椒 刷氧水做的 整个托上了一摇 太好吃了 其实那都是假的 说刀工好 你看那廖杰 在马上全新雕出豆 这里他就恶搞一个 请了一个好刀工厨子 刀这个刀了一天 就一直说 你刀什么劲 你刀好的豆腐也搜不了 廖师傅表演的是 诗传已久的豆腐雕刻 因为这种功夫 一定要在水里进行 所以训练的时候 也是在黑暗中进行的 马上要品尝的就是 律山坊陈东师傅的素菜 金女佛依 这道素菜的材料 变化功夫 刀工机器造型突出 连最难刀的豆腐 都让你刀得十分精细 刀了多久啊 刀了一整天了 那你还真是屌啊 都臭了 闻到了没有啊 闻到了 这什么就是恶搞 马上全新当中的场景 所以这些搞笑的桥段 构成了师身当中 很主要一些东西 当然 周恩池也不是说 完全的恶搞 他里头有他独到的东西 说你这徐克 拍这个马上全新 里边整个说 我要是做菜做得好的话 什么草木解渴为鉴 这句话哪来的呢 神雕侠侣里面 写独孤求败大小 杨过在山洞里找到 独孤求败留下的东西 说我练到四岁以后啊 草木竹物解渴为鉴 就不用那玄铁重箭了 这个比喻呢 了解这种厨艺达到这高度 这种事一看你 拍金庸的也多 用金庸的也多 我要搞你怎么办呢 那我用古龙的 所以他把古龙 小说里边有多型箭 无型箭 小李飞刀 你不是说吗 叫做眼中无箭 心里有箭 手上无箭 心里有箭 他把古龙这种思维拿过来 所以在石神里头 他说真正的石神呢 眼前是没有这些储具的 心里想到哪到哪 结尾的时候 还来上一句 有哲学韵味很玄乎的话 今晚的石神是 唐牛 唐牛才是石神 一根本就是没有石神 根本就没有石神 啊 什么 或者人人都是石神 什么 只要用心 说什么 人人都是石神 所以说《时辰》这个片子 从全防卫的角度 等于对马汉全席实现了一次颠覆 但是颠覆归颠覆 人家依然能看出你学他 所以周星驰得想办法 把大伙的嘴堵住 在马汉全席后 几几年便推出时辰 周星驰知道 那些对他一向苛刻的影评人 必定会大肆指责他 模仿甚至抄袭了马汉全席 那么周星驰又是用什么样的刀招 先人一步 让那些影评都无话可说的呢 每个细节我都考虑到了 广告之后 万周瞩目的第16届广州亚裔会 将在明天20点整拉开序幕 围绕着开武师的整种猜测 也将细开神秘的面上 明天作为体育资深评论员的脑梁 将带你回顾 历见亚裔会的经典时刻 并对广州亚裔会 开武师的重要环节 足足大胆的推测 带你回顾这万周瞩目的开武师 这里有你闻所未闻的旁人手法 这里有你想都想不到的精美菜肴 一部由徐克主族的地影 将引来李安 徐克 周星驰 三大导演间 怎样的精彩暗战 本期老梁故事会 为您讲述 一场由徐克下厨引发的厨艺大战 在满汉群戏后 其纪念便推出时辰 周星驰知道 那些对他一向苛刻的影厅人 必定会大肆指责他 模仿甚至抄袭了满汉群戏 那么周星驰又是用了什么样的高招 千人一步 让那些影评都无话可说的呢 每一个细节我都考虑到了 他怎么赌的呢 很巧妙 这么片子结尾也是周星驰拜这个师神呢 跟对手唐牛来这么一次厨艺大赛 周星驰很有意思 这唐牛做啥 他做啥 唐牛怎么见着膨炸 他怎么见着膨炸 这唐牛就抗议 说我做啥 他做啥 我做啥 他模仿我 这个时候呢 唐牛还做个龟脸 周星驰那边马上也做龟脸 唐牛你看听见 这什么时候都模仿我 这时候现场有裁判 这个厨艺裁判 站出来说了一句话 怎么说的呢 什么意思 用票房说话 用口碑说话 我是模仿你的 但我要超过你的 你就不能说我模仿你 所以周星驰在这儿呢 等于预留着这么一句话 堵大伙的嘴 出来可不要说我模仿他吗 你看你是欢不欢迎我这片子 只要我这片子立得住 票房好的话 你不能说我去模仿徐鹤 所以我们看呢 刚才给大家说 94年的隐世男女 95年的满汉全席 包括后来的时辰 这三部片子呢 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厨艺片子 那么在那之后呢 我们发现呢 跟风这些厨艺电影 都达不到这三部电影的高度 什么原因呢 我们看 李安的玩情感 徐克的玩画面 周星驰的玩恶搞 这不都是别的导演 能够完全模仿出来的 所以时至近日呢 这三部片子成为厨艺电影当中经典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新的电影能超过它 我想要想超过他们这个高度 必须还有一个精彩绝艳的导演 有着天马星空的思维才可能实现这种穿越 它谦虚 但是受万人敬仰 它可以把神赐给人类的火 运用到初始落化 可以稍微堪称火之艺术的超级菜式 它究竟是神仙的化身 还是地狱的始终 没人知道 但是可以肯定 每一个人都给他一个称号 石神 你说我是神仙的化身不就好了吗 你干嘛说我是什么地狱的使者 地狱关我什么鸟屎 导演啊 你找人去把这个导演给我干掉 然后再找个人把你也给我干掉 就是有这种废物导演 再加上你这个废物司仪 你们两个刚好配合起来 好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 老梁故事会是由他人电动车冠名赞助播出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